LAYO 劉士忌 天野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斯拉夫人對上喬治亞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紅色選擇的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農田的工作效率現在改版了 變成了15% 回到了一開始的版本 那斯拉夫人回到15%的工作效率 是非常誇張的 因為斯拉夫人的農田 後期可以讓他產生大量的貴族 這個貴族鐵騎 還有這個大量槍兵 跟劍兵勇士 那他的步兵部分呢 也有這個王家四重 可以讓步兵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斯拉夫人是一個非常吃肉的文明 不管知道他打工程系 還是騎兵步兵 肉的科技都是非常需要的 那現在回到15%的加成效果 讓斯拉夫人的後期 變得更加強大了 那他的 上上次的改版呢 也增加了一條新能力 讓這個老頭的移動速度 增加到20% 比一般的宗教狂樂 還多了5% 而且這還是自帶天生能力 所以斯拉夫人前期在競技場 拿這些聖物的時候 賦予一些優勢 這個移動速度特別快 而且還不需要原發 所以在搶聖物的時候 這個優勢其實是滿大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一開手有一台免費的羅車 那這個羅車呢 是不能尋養動物的 所以只能拿去探圖 那探到這些民養之後呢 還是要靠自己的肉麻 去獲得這個 訓養動物才可以 那喬治亞人呢 他是比較適合打騎兵路線的 他的騎兵呢 是每分鐘會回5滴血 那這個能力呢 是連肉麻都可以用得到的 那帝龍世代則是回到15滴血 那這個能力呢 主要是後血 只要回到一滴血 只要你剩下一滴血 回復回來 然後對方可能要再擊毀一次喔 多打一次 那就會比較難解一點 這也是他主要能力的一個效果 並不是真的要讓你 去真的把所有的奇兵殘血 然後慢慢回血回到馬 再出去打 並不是這個意思喔 好 那喬治亞人呢 他還有比較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強化教堂 那他的強化教堂呢 只要插在這個農田區啊 或是礦區喔 他就可以增加工作10%的效率喔 當然是插在木區啊 果子這邊都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農田跟黃金喔 跟礦區喔 是不太容易移動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插下去喔 這個10%的工作效率 你就可以直獲得喔 所以喬治亞人後期喔 只要在農田的地方喔 插下大量的那個 強化教堂 跟農田喔 這個工作效率喔 就會非常惹心啦 那喬治亞人呢 還是比較適合步騎作戰的部分喔 因為他的騎兵加步兵喔 有這個騎兵喔 有這個騎兵喔 那騎兵的部分呢 最好是打這個莫娜斯卡寶兵喔 這個近戰防律5喔 非常的高 然後他的血量算是積累一點 但是後期喔 如果滿buff的情況下 他的傷害可以高達22滴血喔 那... 22攻 不是22滴血 22攻 那... 他的造價也是相對便宜的喔 45塊錢而已 所以莫娜斯卡算是喬治亞人的一個核心的單位喔 但是我目前看起來喬治亞人 大家玩起來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 因為他的寶兵 是用城堡採出來的嘛 就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大家的習慣喔 就是會把城堡往前插 那往前插的一個問題就是 城堡很容易被打掉 然後如果被打掉的話 他自己就很難採出莫娜斯卡 所以這是我目前觀察到的 點尖選手在玩喬治亞 常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喔 有可能玩喬治亞人喔 不太...需要把這個城堡往前插喔 用城堡採去前面站位置喔 也可以考慮的喔 因為他的寶兵也是需要非常大量的數量喔 才可以抱團喔 一直...達到22攻的傷害喔 所以... 城堡一直被插的情況下 感覺莫娜斯卡的這個寶兵的特殊能力喔 沒有辦法很好的發揮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暴塔已經要來準備... 撒農田了 哇這個...黑暗時代就撒農田 這個...概念喔 非常的... 新穎喔 通常我們黑暗時代沒有人在撒農田 但是道特喔 總是會做出一些... 異於常人的一些招數喔 雖然他的比賽的分數 可能不是那麼比較喔 但是他往往可以想到一些特別的打法 然後去... 大家引以為戒喔 去改良這些新戰術喔 我覺得這是道特一個... 很厲害的地方喔 他一直有在創新喔 那...每次改版呢 他也是非常的努力喔 去... 打一些新的戰術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道特都在亂玩阿 或是在測戰術阿 什麼的 這是...他的一個特色喔 個人特色喔 畢竟每個人的遊玩遊戲的方式不可 當然賽事中喔 選手我們的風格也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盡量這個...尊重包容友善喔 不要去...太針對...哪個選手 或是哪個人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畢竟每個人的個性都是不同 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 喬喬人喔 23P 點封建時代 然後準備要來加兩村點城堡了嗎 哇這個肉還差300喔 這個看起來有點極限阿 難道是要賣石頭買肉了嗎 好看起來是要賣石頭買肉了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邊...肉差100 對...一定會差阿 石頭不賣嗎 這一村出來 肉差一點點 噢... 噢...他是23...加3P阿 不是23加2阿 多按了一P 但是他沒有賣石頭 就可以這樣撐上去 也是相當不容易了 厲害厲害厲害 這就是DOT的一個... 升級的方式喔 那他這樣子升級的話 就會比斯拉夫人喔 早一點升到這個... 城堡時代 大概差了20秒 那差這20秒的話 就意味著喔 你的老頭可以再... 更早20秒出來喔 甚至這個提前20秒 把這個神聖思想 或是宗教狂樂這類科技喔 趕快點出來 讓去減生物更有這個優勢一點 那神聖思想呢 是可以增加老頭的科技喔 宗教狂樂則是增加老頭的移動速度 所以喬治亞人 前期可能還是要在前方喔 下一個強化教堂 那也不能太前喔 因為他的強化教堂 可以增加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喔 當然DOT這邊也是選擇 插在農地流喔 那當初我說 那時候還沒有改版喔 我說喬治亞人要插在農田喔 跟這個礦區喔 還是有觀眾有點搞不太懂 是我在表達什麼意思喔 反正簡單來說 就是 這個能力喔 一定是要插在這個農田地區喔 CP是這個喔 大家簡單記就好 不要講強太複雜 這個東西 是伊利國的一些機制喔 大致上都是大同小異的 好那我們看到這邊肉麻 非常多喔 來到了五隻 兩邊就是出到五隻 但是DOT這邊按到六隻 那按到六隻的話就會很難去生這個 輕奇病的升級喔 黃金也沒有喔 這邊先看看下一個TC 那黃金這邊沒有繼續補 好這邊招到一隻槍兵 還不錯 但肉麻要上前嗎 槍兵兩邊互打 這個肉麻會有點危險 這邊要直接繞過去 槍兵往後拉 這邊肉麻想要前後包夾 但是正面的槍兵已經過來了 肉麻一定要正面開打 老頭沒有地方可以逃跑 這邊一個互打 結果是自己的老頭 被輕奇兵給擊殺了 而且DOT這邊 因為多透了一隻肉麻 黃金也沒有挖的關係 這邊是用刺頭打輕奇兵阿 傷害差了兩點阿 而且血量還差15滴血 所以剛剛這一波交換阿 是DOT比較虧阿 好那斯拉夫這邊已經有了 輕奇兵的效果 只要兩刀就可以砍死老頭 好這邊牆壁在護戳 收掉殘血肉麻 上方的老頭沒有被發現 但生物被撿走 DOT應該是有看到 這個 因為只要生物一撿掉 就會在玩家視角裡面 就會發現那個 一點白點 消失在這個黑暗之中 就代表這個生物已經被撿走了 但這裡DOT並沒有看到 撿回去的生物的老頭在哪裡阿 哇這個 DOT居然把這個 修道院蓋在外面阿 這個相當大膽阿 他可能有十字的寶握 不會被沈壓寶 或是被壓制住 所以才會這樣做的 那還是比較建議 把這個修道院蓋在裡面 反正可以不用蓋太外面阿 至少要蓋在圍牆裡面阿 不然蓋在外面還是很有可能 直接被衝爆一波 然後直接被幹走全部的生物 那之前DOT就有示範過 五生物打輸怎麼辦阿 直接插寶把這個生物全部拿回來阿 非常兇狠 OK不然是斯拉夫人拿到這邊拿生物的優勢 現在把這個 生物全部拿回來阿 那應該是五生物都可以拿得到囉 目前DOT並沒有打算要繼續 正面硬奪取對方的這個生物了 連這個肉碼都沒有升級上去阿 這意圖算是有點明顯阿 哇 三張DOT繼續打下去會很虧喔 而且人家的農田喔 效率也比喬治亞人的工作效率還多了5% 看起來是有點偏良 五生物繼續往回班 那大家會 當然大塊也可以把每個生物放出來阿 然後去把後面再補修道院 放到最後方 也是OK的 但這樣會消耗大量手術 那椅在開農起的時候 就可以做這個細節阿 這邊肉碼有機會找得到嗎 有機會 這邊要放生物 五生物的斯拉夫人 哇這個黃金跳得好快阿 哎呀 開始放出來了嗎 OK開農起開始往後補 哇才剛講完了 他就要往後補了嗎 好補在後方一點沒有補到最後方喔 OK 好那喬治亞這邊是慢慢補下更多的強化教堂 好四個強化教堂 把這個城鎮中心喔 繼續數量補了起來 因為DOT之前已經在天氣示範過了 3TC加大量強化教堂 是比不上3TC4TC的濃度的 所以這個經濟要加成還是要靠村民喔 只是靠這個強化教堂是 秤不太起來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比較 最主要是因為強化教堂是需要200木頭 但城鎮中心是275木頭 加上100石頭 價格只差75木頭 可能DOT當時是想要嘗試喔 這個強化教堂到底能不能增加這個村民效率 然後打到不用太多村民了 就可以增加這個經濟效率喔 但實際上實驗人來說 還是村民比較多喔 是比較有用的 所以DOT這一把玩喬治亞人喔 直接來到了5TC 我的天 打一個農道兔 他現在目前覺得 哇現在斯拉夫人喔 是打一個3TC開農 然後準備要來生地王 5勝物已經拿到了 那待會他生地王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喔 那他這邊是5TC開農的話 就意味著他沒有想要樹上地王了 可能要到30分鐘之後 才會頂到地王時代的一個農把 這樣其實蠻危險喔 這邊偵察要是做的不好 可能會被對方插寶 直接往前巨頭拆個一波 所以打回肉麻可能要再出去run一下 看一下對方有沒有潛壓的意圖 好我們這邊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後期的打法選擇 那我覺得這場對決也是蠻特別的一場 因為兩邊的寶兵喔 近戰防禦率都特別高 斯拉夫的寶兵呢 這個貴族潛氣喔 天生近戰防禦是4點喔 那喬治亞人呢 他的寶兵 天生防禦近戰是3點喔 所以一個是4點跟3點對決 那點完精銳之後呢 斯拉夫變成8點近戰防禦 天生 那喬治亞人呢是天生近防武 差了3點的防禦力喔 他的血量跟造架來說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也算是 新舊這個坦克騎士 矛盾大對決的一場比賽 這個我也沒看到結尾 到底誰輸誰贏喔 我只覺得這個兩邊的組合 相當有意思喔 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會不會兩邊都出 寶兵呢 還是兩邊都打槍兵呢 都有可能 因為今天兩邊槍兵都是滿的喔 但是斯拉夫的槍兵更猛喔 有這個王家四仇 擴散傷害喔 所以喬治亞人單打這個槍兵喔 是會打不太贏的喔 但喬治亞人他是有火槍的文明喔 所以實際上來說喔 比斯拉夫人喔 多了一個步兵反制手 不然的喔 因為斯拉夫人他的 他沒有槍弩也沒有火槍喔 所以這一方面喔 喬治亞人是稍微有一點優勢的 真的是只有稍微有一點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喬治亞人點下了 走推車 這個比我預想中的還要少喔 28分應該就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這邊補一個城堡喔 我還以為要30分喔 因為通常5T是大概29 30分喔 是正常的 當然刀河這邊弄的還算蠻快的 因為他前面還出了一堆馬 而且也沒有第一時間開泳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時間往後弄 所以大概29 30分是正常的 OK 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好這邊帝王時代點下是28分 點下 但是升級上去了還是30分鐘之後的事前喔 那斯拉夫人這邊喔 早就已經點完了帝王時代 但是城堡補在了一個比較保守的位置 自己家門口 並不是直接壓在人家臉上喔 給人家尊重 這個尊重給的不錯 好那後面也補了一個端瓦技術 那裝瓦技術在帝王時代是一個很重要的科技喔 因為你沒有裝瓦技術的話 城堡的血量會掉的非常快速喔 後期的巨頭戶頭 城堡的血量跟防禦率是關鍵喔 所以如果能提早點下的話 對於帝王時代的複雜情況喔 會有一定的幫助喔 好後面補下了更多的軍營 所以喬治亞蘭這邊是可能想要打步兵路線喔 當然步兵路線已經是比不上斯拉夫人的王家 四重的科技喔 所以待會可能還是要轉一些射箭場 然後底下化學喔 轉一下這個火槍喔 可能會更加適合 好這邊還是要轉出一些莫娜斯帕寶兵 那每5隻的莫娜斯帕喔 或是每5隻的騎士喔 都可以增加一點的莫娜斯帕的傷害 所以他的傷害喔 最高值喔 可以達到加4點 那最好呢 是一直持續保持在30隻或40隻的數量以上喔 可以維持他最高的傷害喔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至少也要25隻或26隻喔 不要讓你的莫娜斯帕死的太快喔 死太快的話 這個最高傷害就不能維持下去了 會影響到你的 這個戰力的巔峰的問題 好 斯拉夫人點下了銀罐 這個羅斯堡壘 羅斯堡壘 羅斯堡壘點下之後 斯拉夫蓋城堡 有一部分石頭 只需要用木材就可以來蓋了 他可以用蓋大量的城堡去控圖喔 這也是斯拉夫人到帝王世代 一個很強大的一個能力喔 通常城堡世代不太會點喔 通常是帝王世代才會點銀罐技術 那帝王世代的斯拉夫人 點下這個老頭科技 還有後方的這個中頭 那斯拉夫人他的投石車也是很便宜的 因為他工程器有這個木材消耗減免 不是木材 是所有的費用消耗減免 所以他可以爆出大量的巨頭阿 還有這個投石車 重頭 還有這個重衝 還有那個奴炮 不好意思 這個巨頭我記得好像沒有減免 巨頭就沒有減免到 好像只有工程器製造所 好 好那這邊看到洛馬 是撿到了道特出去偵查村民 然後對方也是努力在控 那喬治亞人 道特這邊已經知道自己是稍微落後一點點了 實在上落後 然後科技上攀的話 應該是要雙冰公茶 會攀的比較快一點 但是他這邊是單冰公茶 慢慢點上去而已 好我們來看一下開戰前的兩邊的經濟效益 目前喬治亞人這邊是有四座 強化教堂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效率 應該是斯拉夫還是比較好一點 結果喬治亞人已經領先 斯拉夫人了 哇這就是5TC的威力嗎 太猛了 好我們這邊看到農田處是喬治亞人來到72片田 難怪也贏得了 72片田對上45片田 斯拉夫人後面 這邊配木配的比較多 可能是為了要蓋螺絲堡壘的關係 木頭消耗更多一點 而且工程器也是要消耗大量的木頭 所以配兵來說 Dark這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還有這個配木配金技也是ok的 喬治亞人這邊是配了非常多的肉 木頭是配了一些 他這邊還是要配肉精 還是比較適合一點 點下了金罐 金罐技術點下之後 騎兵的人口消耗會減少15% 加滿人口的話 就可以再多出幾隻騎兵 讓他爆出更多的莫納斯炮 進行團戰 哇這一場 競技場兩邊打得相當和平 通常這個時間兩邊都是 投資車在那邊打來打去 打到頭破血了 結果兩邊都是非常安靜的 兩邊開農 農到帝王 當然斯拉夫人點下羅斯堡壘之後 這邊城堡到處都有 上下 上中下各一棟 把正面的戰線都守住了 還可以去偷挖這個黃金 好中間再補一棟 直接試動防守 好這邊看到 Dark是在往前補了一個少戰 有看到對方在蓋城堡 後面中途已經出來 轉出了更多莫納斯帕 金瑞已經升級好 三貢也補下 但是馬鎧還沒有補好 現在右線點下了破兵的鎧甲升級 好後方大量老頭開始著想 莫納斯帕數量來到了35隻 攻擊力14加8 抱團的傷害 來到最頂峰 22共傷害 這邊直接正面衝鋒 莫納斯帕能夠請朝而出突破重圍嗎 看下這一波的包夾 看下莫納斯帕好像是可以抓到後方老頭 後車砸了一巴 到了後方的莫納斯帕 莫納斯帕直接殘血 正面的槍兵直接戳爆了斯達夫的正面部隊 斯達夫在這裡沒有爆出更多槍兵 有點可惜 好這邊巨型投射機後方也被抓掉兩台 有點小虧 後面五台巨型投射機 拆掉了第一座城堡 第二座城堡也是風中殘處了 血量只剩下一半 後方的莫納斯帕直接正面突圍 相當成功 高傷害暴力直接解掉了 斯達夫的正面單位 哇靠這一波的交戰 斯達夫人有點直接潰敗啊 這看起來 莫納斯帕一波還是挺厲害的 連這個槍兵也可以瞬間秒殺 三下 是三下嗎 沒有要四下 莫納斯帕是22攻 他有60滴血 只要打四下 三房-22等於19 19三下的話是打不了60滴血 還是要打到四滴血 四下才可以打得死 那是莫納斯帕打槍兵比較可惜的一點 不然三下可以解決一隻槍兵喔 真的是蠻厲害的 好這邊五巨頭開拆 又拆掉了一棟城堡 左邊想要補一個新的城堡 但是被莫納斯帕也抓到 但這邊喬斯帕有人還是補下更多的槍兵 這邊槍兵有點扛不太住 對方的王家四重槍兵阿 這時候他有補下 我們來看一下 王家四重應該是有補了 因為這個傷害看起來不太正常 正常這樣抽的話應該是五五開 但是他很明顯是有 絕對性的壓倒勝利 好這邊莫納斯帕遇到這邊 王家四重槍兵有點打不太贏 人家有扣上傷害 而且打槍兵傷害也特別高 莫納斯帕這邊可能要趕快保持住數量喔 不然這個傷害喔 一直沒有辦法保持在這個高位數喔 傷害只剩下19攻了喔 他的三攻傷害還是差蠻多的 但是正面來說 斯拉夫人還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槍兵的數量太多了 喬斯帕有人這邊要爆出更多槍兵才有可能 但是現在 光是槍兵護戳也打不太贏 人家的擴散傷害效果實在是太好 王家轉出火槍喔 感覺會更好一些喔 喬斯帕有人這邊補下了防御劍塔 還有這個 劍俠槽 還有二級獸 喬斯帕有人的劍塔也是特別厲害的 他銀罐接觸點下之後 劍塔可以獲得串燒效果 這個串燒效果呢 打這個 一大堆的步兵也是特別好用的 這個叫做斯萬塔 我們講一下 這個銀罐技術叫斯萬塔 那斯萬塔呢 這個技術點下之後 對方的步兵就不太好靠近喔 畢竟被串燒傷害是很高的 但喬斯帕有人的城堡可能要放棄囉 雖然喬斯帕有人這邊的 修城堡的價格比較便宜喔 就減免50分次的優惠 但是他的修的效率還是一樣 所以三巨頭要開拆掉 可能問題也不大 而且這邊石頭量也不太夠 只剩下二十幾個石頭 這邊部隊又再次開打起來 但是距離後面的重頭不敢打 因為打到自己的部隊喔 所以重頭是沒有要打前方部隊的 直接拉走 OK 細節上的部分 喬斯亞人打的還算是 OK 斯拉夫人這邊更是不錯 所以重頭的一個控制 控的很好 不然這個兵量 明明是自己優勢領先 一砸下去 打到自己人 好 自己就落後了 所以這個投石車要控的好 才不會傷到自己人 好 這邊 推行投石機五台架了起來 十二隻槍兵往下 但是道德無力反擊 十萬塔還沒有補下 現在還沒有串燒效果 還是一般的三級色 防禦劍塔 大型劍塔還沒有升級下去 兩台巨頭直接被戳掉 好 後面這裡補了一些防禦劍塔傷害 好 大型劍塔補下 但是這根劍塔也被拆掉了 後面兩台巨頭有機會拆得掉嗎 拆掉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硬戳掉嗎 血量很殘 哇 瘦不掉 這一台巨頭補了下來 來 斯拉夫人這時候 開始慢慢轉出了 貴族鐵騎 貴族鐵騎 盡量防禦八加一 天生防禦是八點 再一發 躲掉 OK 插銀球 三台巨頭活了下來 好 大型劍塔還有十秒鐘 但是右邊這個石頭礦區 要被控下來咯 然後是朝下這邊斷石頭 大型劍塔的防守 可能會有點失效 OK 那這邊已經 達到了八加九的傷害 哇 八加九大型劍塔 欸 這個斯萬塔 應該是有點下了吧 怎麼感覺好像沒有串燒 傷害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軍事的部分 斯萬塔科技 喔 還是真的沒有點是不是 看起來真的是沒點 好 怪怪的喔 這個斯萬塔不早點點 這個大石劍塔的威力喔 沒有辦法展現到頂峰的傷害 沒有辦法展現到頂峰的傷害 看到這邊非常多的 但是這邊槍兵太多喔 這邊往前衝可能會損失非常多的單位 但正面來說 斯拉夫的單位喔 還是蠻多的 後面還有重頭 重頭躲掉巨頭傷害 炸了一發 有躲掉嗎 喔 看你就打到 巨頭打重頭還是有點難打到 炸個一發 炸一發就可以炸掉巨頭了 好 但是這邊再走個躲掉 唉唷 最後一發還是打到了重頭 打完重頭之後再回頭 繼續打正面的城堡 然後方的重型投資車 還是順利解掉了 造成的巨型投資機 好 這裡掌個一發 血量剩54滴血 OK 但是順利使用莫娜斯帕 解掉後方的重頭了 那現在換成對方貴族鐵漆 14加18攻的傷害 近戰防禦11 正面直擊的巨型投資機 哇 這個巨頭應該是被拆掉了 吵架人現在沒有辦法 防禦住對方的這個傷害 好 雖然這邊劍塔很多喔 但這個是 斯萬塔 一直沒有點像 也可惜 好 頭頭再砸 砸 砸後面 OK 再砸個後面 哇 舒服 或者是重頭砸後面 一個很爽的地方 砸不到自己人 但是對面會死傷慘重喔 好 左邊有在補雷跟城堡 防守一下左邊的部分喔 如果這邊再被陸型進來 後面的墓區就會有點危險 當然大可也是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裡 也去防守住一下左邊 並沒有把城堡果斷的往前拉 那正面部分用大量的槍兵加上重頭 繼續輸出喔 好 再打後面 沒有打到 我們想看到城堡部分已經又在建立起來 現在還有四棟城堡 每次打到帝龍時代的喬治亞人 城堡只剩一兩座 踩這個莫拉斯帕就會很難踩喔 而且後面也會有面臨缺境的問題 所以喬治亞人的莫拉斯帕打到後期真的是 有跟沒有一樣 講難聽一點是這樣的 有跟沒有一樣 那可能是喬治亞人 目前勝率偏低的一個問題 目前看到在比較低分段的喔 可能一千八一下喔 這個問題就沒有那麼的凸顯出來喔 那是不是有錯覺 頂接玩家們的喬治亞人勝率都拼低 後方的巨頭架了起來 來 正面突襲 被逼退 尷尬 後方有更多槍兵在做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打血量很少 只有110 但是後面已經四巨頭開拆 後面城堡又掉了 莫拉斯帕只能運動城堡產出 而且正面的槍兵部分也打不及對方的貴族 四重 王家四重喔 就是貴族四重 哇 斯拉夫的撲兵還是很強 不會是步兵文明啊 斯拉夫人 好 對主鐵騎 再次上面往前 補一些傷害 好 繼續開拆 最後一根城堡如果被打掉 喬治亞人可能就要打出GG了 最後是433支槍兵 對上384支喔 來看看後期的經濟喔 經濟的部分呢是由喬治亞人拿到了五萬一千的聖物 這個死物喔 不是聖物 那死物的部分大概贏了七千或六千左右 黃金的部分大概贏了三千 輸了三千左右 畢竟人家是五聖物喔 五聖物殘了大概五千多的黃金 非常多 那石頭的部分呢也是斯拉夫人拿到這些野礦的關係喔 所以他石頭也是更勝一籌 那看起來喬治亞人這邊的肉量來說還是比較多一點喔 畢竟他配肉是配得更多一點 來到70片田喔 但是斯拉夫人只有53片田喔 但是他的這個經濟效率喔 卻輸肉並沒有輸到破萬了 而是只有輸大概幾千的肉而已喔 還算是不錯的一個經濟加成喔 那KD方面呢 很可惜呢我們的斯萬塔沒有在這場比賽出現喔 所以這個斯萬塔的效果呢 我們可能要再找個天喔 再來看一下到底斯萬塔的蒜燒效果 有沒有這麼的強大 那KD方面是1.13跟0.88喔 看起來也沒事差不多的 但是斯拉夫人的步兵喔 是更勝一籌的喔 那貴族鐵騎呢 雖然體質上來說 跟莫娜斯帕的寶兵喔 體質是相近的喔 但他的造價來說也是比較貴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貴族特權的貴族鐵騎是8加3 那我們的莫娜斯帕是5加3喔 防禦大概差13點而已 那傷害來說呢是14加4喔 18攻 但是莫娜斯帕可以到22攻喔 如果是爆團的情況下 那沒有爆團的話 他的傷害就只有14加4喔 跟貴族鐵騎一樣 所以總體各方面看起來啊 這個莫娜斯帕的寶兵真的是 造價便宜 一定要爆出大量才有用 不像這個貴族鐵騎喔 用少量還可以繼續作戰喔 這個就是 喬治亞人的一個後期的一大問題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方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